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很多法律词汇 例如普通法、大陆法、法治、三权分纳等等 对于不熟悉法律的朋友 要正确理解这些名词确实有一定难度 一些非法律界的人士会自行解读 很多时候就会有偏差 所以很高兴今天接受香港《轻新闻》的邀请 将透过这个系列为大家逐一介绍这些名词 第一集我会介绍普通法和大陆法 香港沿袭英国的普通法制度 那普通法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普通法之外 香港还有行平法和习惯法 这些又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大陆法指的是欧洲大陆 并非中国大陆 但是大陆法当中又有法国和德国两个流派 中国内地又属于哪一种呢? 除了普通法和大陆法之外 世界上还有什么的其他法律体系? 所谓的中华法系又是什么呢? 有人说普通法就是按例法 依循过往判例的理据 上级法院的判决 下级法院必须遵从 其实普通法一词 来自英文common law的直接翻译 1066年 洛曼的征服者威廉 在征服英格兰之后 为了加强王权 而建立的循回法庭制度 循回法庭的判例 就是金科玉律 英格兰的其他法庭 都必须以循回法庭的判例为标准 为了和过往 散落在英格兰各地的习惯法进行区别 就有了common law这个名称 来形容这段时间 英格兰法庭形成的这些判例规则 这里的common 其实是指common to the whole England 所以common law的原意翻译成中文 是普遍适用于全英格兰的法律 大家会不会觉得 common law翻译成普遍法 可能会比翻译成普通法更加合适呢? 大家看足球都知道 英格兰只是当今英国的其中一部分 因此普通法并非在全英国通行 时至今日 苏格兰仍然保留自己欧陆法的传统 而没有使用到这个common law普通法 有人认为普通法的一大特点 就是法官可以立法 历史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当今社会里面 尤其刑事判决 如果某一个人 在做某一项行为的时候 并非刑事罪行 到法院判决的时候 先认定为刑事犯罪 并且要负上刑事责任 这样就严重违反当今普遍认可的 罪刑法定原则 导致出现法院侵犯人权的现象 因此 现今即使是奉行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 新的法例一般要由民主程序 最产生的立法机构去订立和修改 在英国就是国会 而在香港就是立法会 而纵观全球 法院更多是负责解释立法机构所订立的法律 普通法法院已经很少会自行创设新的法律规则 香港基本法第八条规定 香港原有法律 即普通法、行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 随同本法商抵触 或者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保留 香港法学界普遍认为 基本法第八条中所述的习惯法 是指香港在港英时期 承认适用于新界的原有法律 例如目前香港仍然承认的丁权就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 普通法、行平法、条例和附属立法 都是沿袭着英国的越有法律 普通法我已经在上面解释过 条例和附属立法即是有权立法的机构 例如回归前的立法局等等所定立的成文法律 那剩下来的行平法又是什么呢? 行平法是针对历史上普通法的不足 而发展出的一系列法律原则 英文也叫做law of equity 有时会翻作公义法、平衡法 当时的英格兰民众只能向国王申诉 行平法起初其实是法律外的教制 后来在英格兰却好像普通法判例一样固定下来成为另一套法律规则 时至今日 行平法对于一般市民来说只是技术名词 但是在法学界里面仍然有相当的意义 从无对价的单方合同必须要有特定的格式 到当代信托制度的建立都非常重要 普通法作为英格兰法律制度传统的国家或者地区最突出的特点 在法学界划分世界不同地区的法律体系的时候 又用来命名这些地区的法律体系为普通法系 普通法系有时又叫做英美法系 是和大陆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并称的世界五大法系 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目前是死法系 已经没有国家或者地区使用 其中中华法系就是清朝末年进行的清末修律之前 我们中国的法律体系 以唐朝时期的唐律梭尔为典范 曾经对东亚例如日本和韩国 以及东南亚例如越南有广泛的影响 伊斯兰法系顾名思义就是遵从伊斯兰教义的法律体系 对当今以伊斯兰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有重要影响 有些人在讨论世界五大法系的时候 将印度法系改为社会主义法系 但是法学界已经比较少这样的提法 一来社会主义法系的代表苏联已经解体 二来所谓社会主义法系本身也是脱胎自大陆法系 以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例 社会主义法系中其中一个主要的特征 就是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角色 已经被改革到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无意了 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再将社会主义法系单独列出来 我想重点介绍一下大陆法系 这个大陆并非指中国大陆 而是欧洲大陆 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法律体系 它的发展和继承都是来自罗马帝国时期 普通法对物权和债权的区分也受到它的影响 发展至近代 由于其重视民事关系并以一部长进的成文法典为最显著的特征 故此大陆法系又名为文法法系、罗马法系以及欧陆法系 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发达国家都属于大陆法系 历史上法国文法典以其通俗易懂而著称 而德国文法典因为用词艰劫难名 但表达精准 所以大陆法系又大致分为法国和德国两个流派 日本在明治维生时 几乎照抄德国文法典至日本自己的文法典 清末修律时又主要参考日本的改革 时至今日 中国的司法改革历经清朝、民国 至今日仍然被认为具有德国和日本血统 而香港所属的普通法系发展至今 更多是一种法律思维和传统的区别 如果细分下去 也可以分为英国为代表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两个流派 故又名为英美法系 由于香港原习英国 我们在执业过程当中 主要参考的法例和案例也来自英国 偶然也会参考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新加坡的法例和案例 但是就极少会参考美国的法例和案例 这里想进一步说明一下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 发展适应自己社会情况的法律制度 因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可以千叉万别 而法律作为全社会所有参与者的行为规范 因此必须予之适应 例如美国每一个州对同一件事的规定可能都不相同 例如最近的性别平权和堕胎权等等 阿盟里面每个国家也保留了自己独立的司法制度 亦因此为了保障本地从业人员的利益 并为了确保司法人员不会对当地语言文化的认识有所偏差 都会对能够从事本国或者本地区司法工作人员设置了严格的准入要求 最明显的要求就是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司法系统 基本上都只会使用当地的语言进行所有的诉讼程序 例如法国会坚持只是使用法语 日本会坚持使用日本语 而不会使用英语 香港根据基本法将英文这种外国语文列为法定语文 本身是出于尊重香港的既有制度 在国际上是少有的特例 相应地为了确保当地司法水平的质素 各地都设立了严格的准入门槛 具体是设立了只容许使用本地文字应口的资格考试 好像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等这些国家的资格考试 都是出了名很难通过的 这个资格考试几乎成为上述国家考取律师执业资格的唯一途径 例如已经加入了欧盟的德国 根据公开资料 欧盟其他国家的律师如果想在德国执业 也都先要在德国从事相关工作三年或者以上 才可以进行申请 至于日本就更为严格了 在日本 注册的外国律师只能对本国或者本地区的法律出具意见 并且禁止参与日本任何裁判所、检测厅 和其他行政机构的各种司法或者行政程序 此外 即使是该外国律师可以处理的业务范围 如果涉及日本公民都应该要和日本律师共同处理 据我了解 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法律职业从业人员有严格的准入要求 甚至设置一些保护机制 不让外地律师和当地律师竞争 香港已经回归了25年 我认为 各界在批准海外律师在香港出庭一事上 应该参考世界各地的标准 采取神之有神的态度去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